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邱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疫苗 我们都知道疫苗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的身体 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比如说流感疫苗,新冠疫苗 可以防止很多病毒对我们身体的侵害 是增加我们身体抵抗力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过激过强也是不好的 比如说一些风湿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还有吸毒性红膜狼疮,疫情糖尿病 所以免疫过强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损害 所以科学家们很聪明 科学家们竟然发明了一些什么呀 反向疫苗 我们来看一看 研究之员开发出了一种反向疫苗 它能够使逆转免疫系统错误攻击 比如产生多发性硬化症,疫情糖尿病和内风湿关节炎等 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健康器官和组织所造成的损害 它可以为治疗这些疾病铺平道路 而不需要什么呀 医治整个免疫系统 我们都知道 多发性硬化,疫情糖尿病,内风湿关节炎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治疗还是什么呀 用免疫剂来进行治疗 而且效果关键是 一需要长期吃药 二效果不好 但是如果反向疫苗真的成功了 可能对这些疾病的患者会带来一个福音 在通常情况下 疫苗会导致人体免疫系统 将病毒和细菌入侵者识别为需要清除的敌人 现在在自家各大学研究人员 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反向疫苗 作用是恰恰相反 这种疫苗清除了免疫系统对一种分子的记忆 把它记忆清除掉 那么在对抗原抗体时 在面对抗原抗体时 这种记忆是不可取的 但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这种记忆证明是一种治疗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 免疫系统T细胞的工作是识别有害细胞表面特定的外来抗原 这是T细胞的工作原理 并对其发动攻击 然而T细胞有时也会出错 比如说正常的病毒细菌 它攻击是好的 帮助我们抵御疾病 但是比如说在多发性硬化 异性糖尿病和泪充式关节炎等 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T细胞会产生自我反应 什么意思 它会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器官组织 把它视作外来物 进行攻击 导致炎炎的发生 从而破坏 破坏了我们健康组织细胞 所以最后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 这是要发生的原理 研究人员意识到 肝脏在调解局部和全身的自身抗原和外来抗原的耐收性方面 它具有个重要性 它们利用肝脏天然机制 既用什么呢 启用物攻击的标记来分解细胞中的一些分子 以防止对自然死亡的细胞产生一个自身免疫反应 通过将抗原与类似老化细胞碎片分子的一个呕合 肝脏将识别为朋友或者是敌人 肝脏在外周免疫中 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一种自我反应性T细胞 被删除或变得过敏的一个机制 什么意思啊 它可以防止什么样 可以防止集体做出不适当的一个免疫反应 肝脏很重要 在研究中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名为叫 带乙仙半乳糖胺 这个糖标记物 这个糖的标记分子可以模拟这一过程 将分子呢送到肝脏 在肝脏中产生多些分子的一个耐收性 记住叫带什么 带乙仙半乳糖胺 我们可以把任何分子附作在这个带乙仙半乳糖胺 它就是一个媒介啊 这样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什么呀 对其产生耐收性 不是像使用疫苗一样增强免疫力 而是什么呀 通过反向疫苗的作用 特殊方式抑制免疫力 让它忘记 哦 这个是我们有害的分子 让这个记忆免疫力消失 这个免疫力消失以后 它就不会再攻击我们机体的正常的健康和细胞 所以这就是反向疫苗的作用 正向疫苗 我要增加你的记忆力 可是反向疫苗呢 我要让你遗忘 耐受 遗忘耐受 有些时候呢 是治疗我们免疫过激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可能是未来一个更加理想的办法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习生共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